是啊 看了大概情况 没有发心异常就一起离开了 他爸妈后来有没有再回来过啊 应该没有 钥匙还给房东了 他深吸一口气 你小心地上 尽量不要留下脚印 大步跨出来 陈队满腹疑惑地跟着高洞大步走出房子 回到了门口 高洞指示 马上打电话给陈法医 叫他把物证科的人多带几个过来 你们县局的警察也来两个 等一下 跟物业拿清空 陈队完全不明所以 高军 您发现了什么 高洞指了指门内玻璃柜上椅着的拖吧 有人把房间里的足迹全部拖干净了 既然不是灵孝他爸妈早上拖的 那我看 应该也不是灵孝拖的 晚上 高洞坐在办公室里 门敲了两声 近来一位四十岁左右 穿白大褂的人 他是物证科的组长 也是法医的头 老陈 查得怎么样了 老大 正如你所想的 应该是有人把整个房子都拖了一遍了 此人把拖把随意地放在门口 就没有再走进去过 屋内没有再发现那个人的脚印啊 我之所以判断 屋是灵孝拖的地 因为一方面 拖把不应该是放在这个位置 二是拖把很脏 没有去洗 就靠在那里了 三是 连进屋后的门口一段 除了我们自己人和灵孝的父母之外 没有其他人的脚印 说明 此人拖完地 退到门口 就离开了房子 高洞明明嘴 好吧 这个作风 倒和李爱国的案子有几本相似啊 不过 屋子里面 没有找到血迹和搏斗痕迹啊 高洞点点头 这件失踪案 暂时还没有足够证据 表明跟李爱国的案子有关 此外啊 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灵孝卧室内 有很多的衣服 枕头 都不见了 现在是冬天 但他的屋子里面 找不到厚衣服 只留下了夏天的薄衣服啊 高洞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道理啊 现在穿的衣服都不见了 啊 但屋子里的前屋 电脑都完好 电脑查过了 啊 上一次开机时间 是12月10日晚上6点50分 高洞恩了一声 嗯 这和监控上显示 灵孝那天晚上6点半 进小区相扶 其他还有什么线索吗 暂时没有 高洞森索了一下 好吧 那先这样 这事啊 先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 好 你先回去休息吧 帮我把张洋和陈队叫过来 过了几分钟 张洋和陈队进到了办公室 高洞让他们坐下 给他们每人扔了一包中华 小区的所有监控 后备都拿到了吗 啊 全部拿到了 好吧 那你们两个人 安排几个人 现在就开始查 这事儿 除了你们县局的几个领导之外 其他人 都暂时保密 张一阳说 老大 这事儿跟李爱国的案子有关吗 高洞明明嘴 暂时不知道啊 但愿没有吧 不过 还是先查一下保险 就算有关系 没我的话 也绝对不能透露